表情再自然一点 对 站稳了 微笑 微笑 导演 可能是因为 他刚进来的缘故 还有点紧张 慢慢就好了 身体不要这样测一点 你的手不要那样动 停 停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 我们这个广告是在秋冬的感觉 不是夏天 你那手老在那甩甩甩了 出什么汗呀 这个是 导演 可能是因为 现在是夏天吗 然后又拍冬天的 对 所以还是很热 我看中热 我跟他说 你去说 我跟他说 导演 您别着急啊 欧脸 导演觉得 现在你状态不是很好 我知道现在很热 不过咱们坚持一下好不好 好了 化妆别修了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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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各部门准备 行动 你看看他那个表情 表情在自然点身体不要降扭 换一个动作 可能他穿着黑色的毛衣 又特别地稀热 本来就热 手不要挡在那儿 手不要挡在那儿 卡 卡 卡 我给你说多少次 不要把你那个手在那儿 赵这景比 今天拍不完啦 好 再来 准备 开始 卡 卡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 你还能不能演啊 你没有听到我说的吗 这手为什么总将放在这儿呢 你现在是女神 女神的气质有没有啊 你看我看到你女神样子吗 我还关不了你 你帮我脾气的 你怎么着你啊 这不是什么人啊 导演 您先别急 我去劝他 我去劝他回来 马上啊 干嘛呀 出什么大腕的 没见过这样的演员 第一天欧莉亚犯适应 什么第一天第二天 那么多人等着 导演 您别生气啊 诺米糕来了 辛苦你了 我看 你是我的私生饭吗 什么私生饭呀 这个是糯米糕 看 一直看着自己喜欢的明星 影响他私生活 就叫私生饭 我知道负责你的拍摄后呢 就去看了你的微博 看到你晒过这种糯米糕的照片 我到处找 最后是我男朋友 托他朋友的朋友帮忙买到的 我男朋友是一个画家 他认识你喜欢的那个插画师 所以我就请他签了那本插画机 有男朋友很了不起 学员呐 饭得快 其实我们老板 不让我给你吃这个 因为他吃的时候噎着了 他怕噎着你了 会赔很多钱 来 我不喝这种咖啡 冰咖啡 给你消暑的 天气这么热 初秋还不是一样日吗 天气呢 和别人心里对你的看法 都是你没办法改变的 你能选择的就是开心面对 或者不开心面对 每天在乎我开不开心 你自己在乎 你不在乎吗 我当然在乎 你不在乎 小燕姐 你 你看这是咱们 纪念这个秋冬款 然后现在这是第二套服的 然后这是秋天的这两款颜色 然后冬天的 你的肢体再自然一点 笑容多一点 咔咔咔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 你是一个专业的演员 你知道吗 你要有想象的空间 想象空间有没有 既然是秋冬 不是夏天 你要想象一下 你现在是在俄罗斯 冬天 冬天好吗 不是夏天的感觉 说这么大热天 能那么多人陪着真的 欧脸 你看 你把这儿 想象成冬天 我跟你一样 穿着冬天的衣服 你可以的 相信自己加油 我给你放音乐 这样状态会更好一点 你听 够部门好了 预备 开始 来 最近状态很好 状态特别好 好的 换个角度 加油 小月姐 你肯定是中暑了 这么热的天 叔你 你休息一下 我给你拿瓶水啊 你喝口水 非常好 这样 小月姐 你先喝口水 这么热的天 你一会儿把帽子摘了啊 你喝口水 对 就这个状态非常好 身体再侧点 喂 小月姐 怎么了 叔叔 你赶紧 赶紧 你赶紧 赶紧 等我给你休息会儿吧 你找医院吧 嗯 老板 这 这是什么呀 凉茶 你不是中暑了吗 我 我 哎呦 好苦啊 怎么跟周药一个味儿 赶紧喝吧 我说你也真是 她在上面拍照要是热 旁边有个大风扇 拍完了还有人伺候她 你没事穿着个大衣 跟她在那边发什么神经啊 我这不是想着 拍摄进度能快一点吗 而且她看见我穿着大衣 她就觉得不热了 嗯 那您手怎么回事啊 我拿东西的时候 不小心碰上卷发棒了 老板 我先上去了 拍摄还没结束 好多事呢 呃 等等 干脆有人促销非要我买 你拿着先用吧 哦 谢谢啊 嗯 凉茶 喝喝喝 绝望 是挺苦的 没лова 來 Credit 尼玉 嗯 嗯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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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赵九云 你送我饭了吗 还没呢 我刚到家 今天我 那就好 我今天有同学聚会 你不用跟我送饭了 我 我好像感冒了 那你多喝点热水 早点休息 先这样吧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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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 哼 晚安 怎么了 脸色那么难看 没有 可能昨晚没睡好 又有点感冒 那你去休息室休息一会儿吧 没事 这边有我们呢 行 那我去躺会儿 麻烦你们了啊 去吧 那我先过去了啊 来吧 你这时候拍过最满意的广告 没有之一 这是我们公司的荣幸 这是我想给叶昭菊 我很喜欢她 我想亲手给她 叶昭菊呢 她身体有点不舒服 在休息室休息呢 叶昭菊 叶昭菊 我莱雅来看你了 叶昭菊 她怎么了 我送她去医院 苏欣 你送莱雅回去 好 她们走开 醒了 老板 我问你 你为什么生病了不请假 是不是为了要全金奖 就感冒了 再说了 我昨天也吃过药了 是是是 吃药吧 谢谢 咱们俩第一次见面 也是在医院啊 你害我被摩托车撞了 首先 是你自己从马路边冲出来的 不是我害的你 第二 那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对 咱们第一次见面 是在润奇百货的慈善拍卖展 也不是 其实我很久以前 就见过你一次了 我记得那应该是个夏天 你们快放暑假的时候 那天正巧 我晚上要到清雨家 她爸爸就让我到学校 接她回家 你想吃什么呀 我带我陪你去回收站吧 先陪我去回收站吧 你看我今天收获挺多的 你快点快跟上 有人来接我 改天再陪你去回收站 行啊 那我去了啊 拜拜 拜拜 这谁啊 你们到牌上 齐糖就跟我亲哥哥一样 你乱吃什么肥醋呀 哦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 法国留学跟你青梅竹马的那个 哦 原来是你啊 别激动 别激动 小心手 你是第一个 让讲义吃清雨醋的人 不过这件事情 你为什么没有提起过呢 就有什么好提的 反正你也没什么印象 不过倒是你 给我留下挺深的印象的 我一早就听清雨说 她有个同学 用尽所有的材质 用来赚钱 那天我看到你 拧着两个巨大的塑料袋 我就知道是你 虽然你跟秋雨同年 但是你的眼神 比她成熟多了 一点都没有那个年纪 应该有得天真烂的 你是真的很喜欢钱 是吧 从我记事儿起 我们家就很穷 我们妈妈身体一直不好 我们一家三口 集在一间小小的房子里 夏天很热 屋子里很温 尝尝妈妈新做的鸡排 妈妈 你吃啊 你吃 你尝尝香不香 吃 你先吃 吃 吃这个 那你吃这个 尝尝香不香 妈妈做得真好吃 那你大口吃啊 宝贝 吃了好长大个儿 嗯 别的小孩 都特别喜欢夏雨天 因为可以不用上学了 但是我不喜欢 因为我们家屋顶漏水 这都特别喜欢 等一下 晓菇 真乖 等爸妈妈干活了 嗯 有一天 我爸爸实在受不了 他离家出走 留了一封信 说这种穷日子 他再也过不下去了 我丈夫他叫叶萍 已经三天没有回家了 就留下一封信 什么也没说 没说他去哪儿 那女人最后一见面 是在什么地方 就在那个拐角那个小桥那儿 那他离家出走之前 你们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执 没有 没有什么异常的 表现 然后他是穿什么衣服呢 就是最后一次见给你 穿了一件蓝色的衬衫 蓝色的 嗯 下身的 嗯 蓝色的裤子 然后我是穿着什么鞋子 皮鞋还是牛皮鞋 嗯 一双旧的牛皮鞋 对对对 身高大概多少 嗯 一米七八吧 一米七八 好的 您这个心情的话我也可以理解 我们会尽力帮您寻找 谢谢 帮我找到她 嗯 我会尽力搜索的 我跟妈妈 是她的累准 她轻而易举地就抛弃了我 就为了不再过这种穷日子 所以我一直在想 如果我有钱 我能够养活他们 她是不是就不会离开 哎 先生 麻烦您看一下这个 见过这人吗 那我看 嗯 这个好像没 没看过 嗯 嗯 嗯 你爸爸 你爸爸我没见过 我拿一份啊 谢谢您 嗯 我当然非常非常喜欢钱 其实我知道 就算简直也那么爱我 就算简直也那么爱我 我当然非常非常喜欢钱 其实我知道 你讨厌我的世俗 但我不怕 我害怕的是 我付出了所有的努力 去反抗命运 到头了 却什么都无法改变 我收一拉罐卖废品 我放弃了大学区工作 我做所有一切 可以赚钱的事情 我希望自己能有很多很多的钱 这样 我爱的你 他不会因为贫穷而离开我 这样 就算上天安排他离开我 我也努力过 好 淘汰了 好 其实喜欢钱 真的不是什么可耻的事 人人都喜欢钱 我也喜欢 人人都害怕要面对命运 我也不例外 是吗 我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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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那天去接庆语的时候 我爸爸才刚过世没多久 你不早 那段时间我过得很早 我一直走不出来 直到我看见你 你那倔强的眼神 你不服输地站在那儿的样子 其实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经过了这么多年 一直到现在 我偶尔还会想起 你站在那里傻傻的样子 不是你的错 你爸他不会怪你的 您好 请问一下叶昭爵在哪间病房 这边第三间 这边第三间 对 谢谢啊 不客气 他 他 他昨天就感冒了 你不知道吗 我怎么会知道 我昨天参加同学聚会 我 你留着照顾他吧 待会儿十一点 护士会来给他喂药 好 我先走了 谢谢你啊 对了 这是一个客户要给他的谢礼 你交给他吧 他好多了 放心吧 对了 我问一下 我们公司是不是有什么全勤奖 这个 一般公司都有 我们是一般的公司吗 不是 要不这样吧 你把全勤奖给取消了 业绩绩效提高百分之十 好吗 好的老板 嗯 不是你的错 不是你的错 你爸他不会怪你的 不就是一个凶针吗 你至于高兴成这样吗 他不仅仅是一枚凶针 他代表着别人对我工作的认可 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而且你看 这凶针多精致多漂亮 那你用衣服配吗 再说吧 要是你们女生没有微薄的话 怎么活下去啊 我们会活得更好好吗 你以为拍照辟图容易啊 哎呀 我们女孩子为了美好的生活状态 得付出多少努力啊 怎么了 少清雨发微博了 好 迪拜总是能给我收获 这次最多 你看吧 我就说他到哪儿都不会委屈自己的 现在又是新包又是新男朋友的 就你还担心他 被闺蜜打脸了吧 好 拍得非常不错 那天的外景拍摄条件啊 特别艰苦 我们欧莉亚一声不吭地完成拍摄 特别敬业 全场都为他鼓掌呢 陈氏的案子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你辛苦了 拍得很好 对了 那天还有一个叫叶昭爵的小助理 人还挺不错的 一直陪着我们欧莉亚 好 我知道了 等我见到齐棠 我会跟她提起的 她不知不错 她非常好 为了我都生病了 人家生病了 有齐总抱着去医院呢 男朋友可真好 好了 你可以带欧莉亚去休息了 是我小瞧了叶昭爵吗 但是 她确实有男朋友啊 所以才说小瞧了她 早 阿姨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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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老闆居然帮我去医院 对啊对啊 那他不累死了 老闆 把那个珠宝设计大赛的 资料给我 谢谢 好多了 老闆 刚才我们在说 那天多亏您帮我去医院 否则我就 那请我吃饭吧 你刚刚不是说 差点把我累死了 我都累成那样 还把你送到医院 是不是该请我吃饭 是 是 应该的 吃饭 吃饭 几惠 你说什么呢 你 你就买这些饮料啊 对啊 这不是饭店里面都有吗 为什么非得在这儿买啊 这儿个便宜啊 你请我吃个饭 至于这么扣门吧 这你就不懂了 吃别人的要狠 吃自己的要审了 好 来来来 来 您的排库来了 去哪儿啊 就这儿啊 就这儿啊 对啊 这儿人有很多的 我先去站位子啊 萱萱 来啦 好久不来了 真的是好久 来来 你们坐这儿 先坐这儿 我给你们收拾一下 我给你们收拾一下 别看这环境产 待会儿吃起来你就知道 一般人我还不带他来呢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呢 我男朋友带我来的呀 你们经常来这儿吃饭啊 他就陪我来过一次 你知道他画画很忙的 而且呢 他又不喜欢出门 萱萱 来啦 点菜 点菜 帮我点两份酱油炒饭 一份蒜子鲜鱼 一份苹果排骨 是不是还要一份清炒木耳菜 你怎么还是那么聪明 等着啊 这样就够了 对啊 不过再点了 放心 肯定让你吃饱 我是怕你晕倒 让你多吃点 你确定你穿成这样 吃得下饭吗 来 木耳菜来了 谢谢 谢谢萱萱 吃啊 尝尝 怎么样 第一次吃路边摊 感觉很过瘾吧 谁告诉你我第一次的 我创业那会儿 要有这样的路边摊 吃就挺好的嘛 那个时候我的资金不足 每一分钱都得花在刀刃上 白天晚上不停地忙 又有时间能吃东西 逮到什么就吃什么 其实我还是挺感谢 那时候的自己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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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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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